今天很多问题同事都问过 所以我都是环绕着三个王主席的问题想提问一下 第一个就是关于街市的问题 也很多同事讲过 从昨天到今天听到王主席介绍 将来就会扩建毁仔街市 石排湾屋村群里到新建街市 但是刚刚也回答了其他同事的时候 主要是会增加活先商品的场所 我估计这个应该是超级市场 或者是大型的超级市场 这方面来说可能比较干净一些 或者是什么 所以一直以来感觉上就说 比如说新口岸的街市 讲了这么多年 都基本上只有一个港字 估计可能是那个思维的方便 认为街市始终都是濕的 有些味道比较重 不是那么干净 所以都不建议 可能又说在监管的方面来说 不是那么容易 就是比超市的方面来说 应该监管容易一点 所以就变成了一个 倾向于就是说 发展多些 活先商品的场所 就总比可能是 对这个街市这方面就比较好 但我自己个人的感觉就是说 街市就是真是一个市民 一个特别是有兴趣行街市的话 真是真是一个 比这个超市来说 是真是感觉上是好很多的 人情味是重很多的 你去超市买东西 基本上它黏着多少钱是多少钱 而且就是冰箱里头的东西 比较多实的的 不知道这个民主的巡查 食安那方面 就是有没有 当然我不会讲到 薑丝肉那么夸张 是吧 但是有时候雪隔下面 那些肉都不知道 做了多少年的 有没有去巡查一下 这方面都想了解一下 相反就是说街市 就当你买惯了 买熟了一档之后 就是变成一个互动 聊天 很多时候都会 感觉上 那个沟通 人情味这方面都是好很多的 所以我觉得 就是说 特别是我们 广东人 或者澳门 就是大家都习惯了 这方面的东西 就希望不要说 慢慢慢慢 让它自然淘汰 就是你越是开得多周边 多超市的话 那对街市的 档口来说 始终是一个压力 希望就注意一下 那再提回这个 家禽 那个屠宰问题 在提到就是说 在2014年 就是批发市场 是发现到这个 活鸡的样本 和街市的 家禽零售 是发现这个 H7 亚型的禽流感病毒 这方面 因为澳门 没有这个 养鸡场的 你进来街市 在街市发现这些 这些 流感病毒的话 会不会是 入口的时候 监管方面 出现了问题呢 所以这方面 如果我进来的 鸡脊都没有菌的 应该道理上 相对来说 应该比较安全一些呢 就提到这个 今年的上半年 已经开始咨询 就专家学者 普遍认为 实施这个集中途改 是有利的 跟着现在呢 又准备一个 两个月的公开咨询 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说如果 专家学者 认为应该是 搞兵先了 但是如果本身 业界持份者 或者市民 持相反意见的 那变成两个 是5比5的话 那咨询完之后 怎样做呢 这样 有没有什么 情况 当然我要在这儿 表表态就说 作为一个 医务工作者 我是支持 就是说 冰鲜这方面的 但是我个人去饮食那方面 我真的 我宁愿买 辛酸鸡 好过买冰鲜鸡 不知道会不会有些矛盾 这方面呢 这方面呢 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 如果真是将来 全部取代了的话 那变成来说 虽然说 20多30档的 这方面的 活鲜的鸡 这方面的当主 好少数 真是好少数 他们的力量都不是很大 政府也都可能有计划 将他们转型 但是我感觉上 就是说 他们可能是 一两代已经做开这一行 而且很多 紫鸡腸 就很熟了 但是真的鸡腸呢 就不是很熟 那变成转型那方面呢 就可能很困难的 如果你说 只是赔回几十万给他的 这样 就真的有时候 那以后的 十几二十年 怎么过呢 那家庭全靠鸡档来维持 所以很希望政府 是要考虑到 虽然可能只有 二十多三十档 但是也很希望 照顾好这方面的工作 这个善后 第二个问题呢 就关于这个 动物保护制度 这方面来说呢 就是 我估计 2016年呢 这个 动物保护法呢 就可能会 即是即是审议 这个问题就是说呢 就提到 寵物 那个 寵物店那方面呢 就会制定一些监管制度 也都会 逐步推动这个 这个兽医专业注册的 监管制度的 调言和咨询 那就是完全没有时间表的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 现在基本上 澳门很多个行业的专业人士 都在做这个认证了 那如果你的兽医这方面 还在慢慢研究着 那是不是应该持有点 那这方面 就想听一听 民署的方便 是怎样去 在这个法律这方面 怎样去制定 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食物安全问题 那就 很多都强调了 就是 这个民署做了很多工作 我想问一问就是 在网购食物的方便 怎样可以去做到监管和监督 可以保持到这个 在网购食物这方面呢 这个是一个大问题 现在很多时候 很多的微信也好 或者是那些 Facebook也好 好像买了广告 电话就可以送货了 那怎样监管呢 这方面呢 第二呢 就是说 现在呢 在食店那方面 用油 食用油 是好 很多很多的 那有没有说 真的 我相信澳門可能没有地溝油 但是民署这方面 有没有做一些抽查呢 那就是这方面要特别注意 因为 每天都要用油的 这方面 用得很多很多 一罐罐的话呢 变成如果有一两间出现地溝油 变成不了市民的健康 第三呢 就是说 现在很多时候 都是 口岸 有些蚂蚁搬家 那样 把菜啊 把很多东西搬过来 那 那虽然你说 肉就不行了 但是蔬菜 有没有监管呢 那些农药那方面 有什么问题呢 麻烦